好,我们看一下五讲当中,大家错了比较多的部分,那么首先看第十一题,第十一题主要是一个语法表述的问题,在语法表述当中呢,这个指向还有这个指两个词呢,有很多同学混用了,那么在语法表述当中,动词和形容词它都有一个指向的问题,比如说这个骄傲,它可以指向老王,也可以指向女儿,对吧,然后这个骄可以指向王老师,也可以指向他的女儿, 那么这个动词和形容词一般有指向,而名词一般没有指向,名词一般是什么呢,指或者是代表,或者是说的是,那么用这样的表述方式注意一下,然后第十二题呢,这个很多同学没有总结出这个骗误出现的原因,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,然后论述第七题,那么主要是病具的类型错的比较多,再就是原因分析,这个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,在分析原因的时候,大家要注意了, 就是勒这个问题,还有这个有点和一点,很多同学呢,这个在说明原因的时候,都说的不太准确,没有关键词,有几个关键词语是比较重要的,再就是很多同学错选了三,问题当中没有第三题, 然后再就是最后一个论述题,论述题呢,关于理多人不怪的含义呢,主要有三种,有很多同学只是没有具体说明,这个理多人不怪, 每一个理的含义不同的时候,后面的怪呢,的含义又,也是多少有一点变化的,这个地方要具体指出来,啊,所以最好三个形式上呢,不要完全相同,完全相同的话,可能很难得到满分, 然后再就是雾霾,关于雾霾这个词的理解,很多同学也不准确,那么具体的这个雾霾的含义呢,啊, 主要就是这个雾霾的天气,这种天气现象,灰灰的受到了污染,主要是污染这个词, 所以呢,那么这个教师节的意义变了,变质了,啊,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核心的, 呃,关键词语大家要抓住,啊,好的,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, 啊,好了,呃,关键词词 initiallyび在往前瞎的火測当部分也不、 将在下诗接下词词许多词词呢。